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 今天是星期五,7月12号,东方进入了星期六,7月13号 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天都要感恩,我们永远要感恩, 我们永远走真一路,永远爱神爱人,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永远的信靠与顺服,感谢赞美主! 好,我们今天礼命之良,我就用今天神给我们的经节是 彼得后书第3章 那因为我的电脑进入那个bivico.com 通常我用那个电脑那边他们的圣经读出来的,但是今天不做工了 那我就传给大家这个连续是华语的 是彼得后书第3章 好,大家如果你注意一下,听着读下去的话 就是神一直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很多基督徒教会就认为说,我们的祖先都等了这么久了 主耶稣都没有来,难道他还会来吗? 还有一个就是保罗讲到保罗跟主耶稣一直提到天国的事 所以彼得,保罗跟主耶稣常提到天国的事 所以彼得就学信 跟教会讲说要提醒大家 这是保罗跟主耶稣一直讲到这是真实的事 就要发生了 所以还有后面讲的就是一直讲,我们要带上三件礼物 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所以大家好好的欣赏这个经文 彼得后书第3章 好不好,感谢赞美主 好,那今天的诗歌呢 是怎样?是这样 他停止了不知道多久我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啊 突然间他的歌曲我就醒来了看到异乡 他的歌曲呢,突然间电脑会嗡啊 电脑会开始,一再开始自己就一再开始 然后就唱了这首歌 所以我就给大家欣赏这一首歌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祷告啊 在主里 祷愿中的赞美 感谢赞美主 好,那我刚才看到的异象 没有位置了,我要明天才话 那我刚才看到是什么,我说神啊 我这些时候都是一直问神啊 你要给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句是什么呢 然后他就给我了 就看到异象 一个时钟时钟 两点的单位 两点就是13号 两点的单位那边 就是一粒珠这样好像 把圣洁银色的灯在那边 然后他就这个 一条线是银色的线就上去了 上去西北的方向 然后在七点的单位 也有一个圆圈 圆圈 七点的单位也有一个圆圈 好,我还会看到三点的单位 三点就是14号那边有一五一花 之后呢 就看到 在两点的单位 写着三 OK 为什么两点的单位写着三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东西 东 东方跟西方相差了一天 其实这两个都在三点的单位 都在三点的单位 所以之前为什么看到 神给我们的时钟 在九点的单位 是写着8 OK 那写着8的话 到两点的单位 也有看到一项 两点的单位 是前几天有看到的 今天又在看到了 那 三点的单位 就是14 所以 刚才看到的一项是 两点的单位 又在写着3 然后 三点的单位 就画了一条线 OK一条线这样 时钟讲多少 就是 画了一条线 可以讲是 是 但是也是 3 就是 有两个3 为什么两个3 我刚才讲过了 还有神一直提醒我们在两点 三点的单位 要注意 已经很久 这样提醒我们了 所以呢 那对不起 两点的单位 也是3 也是13 OK 13 是一直提 我们讲的 13 13 那4 就是14 4就是14 好 接下来呢 我就看到 这个字 走 走就是走啦 回家啦 走啊 然后呢 又看到这个 时钟的 圆圈 当时在 10点 跟11点的单位 11点的单位 写着 不 10点的单位 就写着 要 就是说 不要 我就紧张了 什么 什么不要呢 OK 之后呢 又给我看到一项 不倒 不倒 就是说 不要不倒 不要不倒 大家都准备好 神说我已经这两年里面准备大家了 都是神自己栽培的一群人 那神自己本身栽培的一群人 当然是可爱的啦 这是神最爱啦 你可以想象自己亲身照顾这个baby啊 没有没有交给别人别人去照顾的自己亲手照顾的 照顾的baby 你说在神的眼里 在神的眼里 信中有多重要啊 大家这群人 大家知道 大家 神给我们的爱有多深啊 多深 多么 常过高深哈 所以 就是说 神说 不要不倒 孩子们 我养大你们了 你们要记得 爸爸的日子到啦 就耶稣的日子到啊 不要不倒 OK 就是不要不倒 OK 就是要准备上奸礼物 一定要到啦 OK 感谢到美酒 好 其实早上的时候也有看到 一个 一个举巴吃个这个黄瓜还是什么 OK 就然后只有 两 一个大粒的牙齿在前面 大粒的牙齿旁边又比较另外一粒牙齿 在过后有一点点而已 就是早上凌晨看到的就是我相信大粒的牙齿就是代表星期五我们这边 然后啊 比较 呃 再接过去就是星期 星期六 OK 星期六 我们明天就星期六东方现在进入星期六 再过去呢就是星期日 OK 星期日 星期日就是东方那边要到星期日吧 感谢赵美酒 好 我们啊现在啊 现在啊 啊 明明治疗大家好好啊不是明明治疗是呃 啊 皮特厚书大家好好的心上知道神跟我们讲这些时候讲过的话就是从里面都讲的一清二楚了啊 所以啊大家啊好好欣赏三地的心好大家看图片一下哈在这个 journal的啊今天所看到的意象啊那今天零半夜过后我们这边的1点20分那时候就醒来啦我好像我又开始睡觉什么然后又醒来醒来了就看到看到什么呢以 因为我眼睛快要快要半夜的时候我的眼睛又模糊了所以我要快点去睡觉所以就到一点多又醒来就是看到三粒三粒眼圈 三粒眼圈啊三粒眼圈最高的一粒是很大粒的比较大粒的哈我忘记它的颜色哈颜色好像全部都是白色然后突然间一道光过来一道光就是我常常看到的 一场上一下这道光是狼紫色的狼紫色的光紫色就是王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万丸之丸狼色也是代表主耶稣也是代表天堂 OK大家都知道阿爸父那一次看到一箱阿爸父写着副六也是狼色的哈所以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OK这个光过来了那上面最大的一粒呢就变成青色了 青色就是go就是走了好像下面两粒啊还是呃就是两面下面两粒就是代表星期五星期六吧OK星期五星期六好感谢赞美主 啊过来呢就过来呢就之后就看到啊看到大拇指看到神的大拇指OK大拇指点上OK一切都安排好了上OK啊大拇指也是代表恩典OK是代表恩典之后呢就看到啊004就是0.04分OK0.04分004啊大家知道四就是代表天庭 哎呃呃呃应来的时候啊呃这个秲 001也是11,或者是11,002也是212,003也是313,004也是414 所以东方那边就是可以讲说是14根,就我到今天所知道的了,14号那西方呢,很多地方还是13号 我们也不知道Ferryton这边会不会到14号呢,但是我们只是在等了,我们Ferryton是在北美洲的最东部的最东部了 所以温哥华是西部那一边,是相差了4个小时 好,接下来,昨天早上9点35分,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电流的声音,是很大声 我在楼上还在楼上,但是我就听到外面为什么好像在我的房间下面房间 外面又出这个电流的声音,是很大声,差不多有半分钟这样,半分钟到一分钟这样 非常开心听到,很久没有听到,后来又有一阵子有听到在房间 不是房间,在厨房的时候又听到,在屋子里面又听到,听到 差不多三四秒钟这个字的声音,还有我们的这个Purifier不是以前会出声音吗? 后来我先生拿去洗啦,不出声音啦,我跟他教会出声音 那个字的声音,他就拿去洗啦,不出啦! 当时有一张照片啦,我想这张照片照到这个Purifier 本来是从不都是蓝色的灌出来,当时有一粒本来是蓝色的照出来是白色的 所以就证明说,真的神利用,使用了这个Purifier跟我们讲 讲到这个电流的事情 好,第二那边,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二 OK,第二这几个照片,几个图画 关于这个又守圣灵啊,主耶稣的守,守语啊,守语啊 守语啊,有些是十号的,有些是十一号昨天的 好,十号跟十一号的 就看到主的手就要结成灵啦,当时差了一点点 然后呢,有一次照了我的手,因为要用我的手照了之后 然后才会画出来嘛,就比较好嘛 那我照着照了一下,就两个照片出来 OK,一个照片是比较远一点,一个照片就很近的 所以这虽然一样是大拇指,但是一个是比较远一点,一个比较近 对不起,我画的差不多是一样了 OK,好,接下来7月10号那一天,有看到神的手指,四个手指出来 OK,这个大拇指就在里面一点,就是四天了,那个十号 然后接下来也看到神的手啊,就结成很 就差一点点,就一个灵了,那是十一号看到的 就这个有这个通道了,这个通道 好,接下来第三那边就是,怎样 他的画面很大的,就是看到我,这是黑白了 看到我自己本身,抱着我小孙子那个Joseph,抱着他 抱着他的手,我的手就转过来我的方向 我现在坐在这边的方向,然后给我看到我的手上有两个戒指 一个是,当然结婚的戒指啦,跟我先生结婚的戒指 另外一个在中间的手指呢,有另外一个戒指 那个戒指就是跟主耶稣的这个戒指啊 OK,感谢赞美主,意思是讲 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新妇 就是我们跟随着主耶稣到永恒 但是我们的丈夫妻子呢,也是跟我们一起的 如果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背提的 有些丈夫啊,他们不愿意,没办法就留下来 但是希望每个人的丈夫妻子都一起来,好不好 这是很喜悦神的一件事情 好,接下来第四那边就看到什么呢 就算说你今天你的先生一路来都没有准备好 OK,当时你给他一个机会,看他能不够相信啊 相信我们愿意不愿意放弃世界的一切 跟随着主耶稣到天国那里去 你可以给他经文笔的后书第三章 给他读一下,叫他研究一下,多思想一下 OK,接下来就是看到神的手是 好像是早上啊,凌晨的时候 看到他的大拇指跟那个手指就结成一个灵了 然后就这个通道了,这个通道 好,大家知道最后一个了也可以讲是零的排阶 之前有看到十一也是零,十二也是零,一也是零 就是三天都是零 OK,所以今天就看到零了 好,第五那边就看到五立灯,五立星星,五立星星都是蓝色的 再过来是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呢,是蓝色的 我上次是代表这个通道到星星星,哪一段这个通道 那我一直问神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到我的头脑是讲今天是星期五,对不对? 星期五,五也是代表恩典,五也是恩典 最后的五天,最后的五天是蓝色的 然后呢,就进入这个我们的标杆 好,第八,第六那边 我是看到很大粒就在我前面很近很近 就看到好像是五粒的那个,你知道吗? Red pepper就是甜椒,西方人吃的甜椒 做沙热那个甜椒,还有两粒是黄色,很大粒的 最大粒就是黄色的,就在我前面 所以两粒黄,黄色是代表等候,等候,OK? 等候星期五星期六,OK? 然后红色呢,有好不好?五粒的红色 五就是代表恩典,恩典,OK? 我们要进入恩典啦 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神的国度啊 每个基督徒等候什么啦? 就等候进入神的国度嘛 OK,如果等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来借回 就是在世间上死掉,收起死掉 灵魂就进入神的国度啦 所以这个恩典就是进入神的国度嘛,对不对? OK,第七那边,就是早上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就是看到三个手指,OK? 三个手指,是怎样讲? 第一个手指,中间一个手指 后面那个no name这个手指啊 就是讲到剩下三天啦 也不是说三天啦 就是后来又看到,我忘记写号码哦 有没有看到十三下面有两个手指啊 两个手指,OK? 是指着两天 所以凌晨的时候两点半是三个手指 然后十点半,差不多十点半就只剩下两个手指啦 OK?两个手指 好,三个手指也可以讲说 OK,我们这边剩下两天,OK? 当时西方那边要到第三天嘛,OK? 所以是三个手指 之后呢,就看到了这个字 家 那神没有很大致的很明清楚的给我看到 当时有看到,OK? 当时有看到,OK? 当时有看到,不像通常在很亮很亮在我前面 为什么呢? 因为前几天他跟我讲 我说主啊,为什么没有看到回家这两个字啊 是这样 他说神明明 说什么明明呢? 神说我明明跟你讲啊 你们准备就是回家嘛,OK? 为什么还要问神咯,对不对? 不可以考验神啊,OK? 所以当时有看到这个字,家 好,第八那边 就是说有点暗的,微色一点的字 就是说在背后呢,你们准备这些 背后就是回家啊,OK? 那第八那边,就是神的手啊 到拇指跟第一个手指形成了一个零 然后后面三个手指啊 然后是发出来的啊 然后中间那个手指他就叮叮叮 就咚咚咚这样,咚咚咚 就跟我讲,这次是星期五啦 你们今天就是星期五啦 中间这个手指就是今天啦 OK,就是今天啦 感谢赵美酒 好,那是凌晨三点的时候 那接下来第九那边 凌晨三点五十三分的时候 就看到一条线是灰色的啊 有点黑,灰色就带有黑色了 就是笔这样,画上去七点的单位上去 然后又写着六六在上面 下面写着三 OK,这条线上去是从七也是讲七,对不对 七点也是讲七月也可以讲星期之 OK,我相信六的意思就是星期六之前 我看到阿爸父然后旁边写着六对不对 六也是可以代表人类也是代表喜了 OK,就进入喜了 然后下面三三就是瓶子啦 亡啦,亡啦 OK,那第十那边又看到神的手指 OK,两个手指形成一个灵 所以今天好多灵啊 一直给我们讲到我们进入灵啦 OK,那四点零二分的时候 看到这个字,感谢到美主给我看到 天上必是父的家 还有其他字啦 当时我抓了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就是天上必是父的家 就是天就是阿爸父的家 OK,神跟我们讲说天就是阿爸父的家 就是我们要回到阿爸父的家啦 大家要珍惜这个神的果度 就是阿爸父的家 要知道我们进入新的新天新地哪一端 就是新的耶路撒冷会降临在新天新地哪一端 那时候就是神跟人一起住啦 当然还有天堂有天使天经们那边 长老们都在那边 但是我们的三地呢 OK,往往都会下来 OK,跟我们一起 OK,当然他的宝座还是在天堂 OK,在天堂 但是新天新地哪一端也是神的阿爸父的家 OK 拿到阿爸父不能够多过一个家嘛 对不对 哎,要知道阿爸父有多么富有的 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哦 感谢张梅主 好,那我们就看上面 看上面十二那边 那还没有到十二之前 在第十那边看到主的手形成一个灵 然后又看到这个一项one hourly 我在想说什么one hourly啊 真的每一个小时 意义就是每一个小时 什么意思呢 OK,等下就回到那个意象了 那十二那边是这样 突然间在我的前面有个baby 哇,西方孩子的baby很漂亮 就在我前面前面前面 他就看着我跟我笑一笑 OK 这个baby就是奇事录第十二章第五节 讲到这个妇女 华益乐生产了这个男的baby 也就是主耶稣也是代表这个爱主耶稣 这个小树的这个正义圣徒 那个妇女就代表教会 所以如果进入奇事录第十二章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妇女生产了这个baby 那敌人就要来抓这个 要抓这个baby 但是上帝就把这个baby 怎样讲 爱主耶稣 爱主耶稣的这些144千人 跟着其他小孩子baby们 大家都知道世界在攻击baby 跟小孩子很厉害 整个世界 这也包括小孩子baby 所以就抬上去 就带上去 就是背体 那这个妇女呢 就留下来 这个妇女留下来 上帝会保护这个妇女三连绑 如果你回去奇事录第十二章第五节 今天因为电脑的关系 我就没有进去了 就是大概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妇女会留在这个世上三连绑 在三连绑里面 神会保护他们 就是说这些基督徒留下来的基督徒 三连绑应该是没事情 是没事的 但是过了三连绑之后 这个底基督这些 就来攻击基督徒了 就来攻击基督徒 那时候的基督徒就受到很多逼迫 很强烈的逼迫被残杀 被政府抓进监牢 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被提之后的三连绑 他们还是安全 但是三连绑过后就长沙了 但是神跟我们讲过 留下来的基督徒就是留下来 留到他们肉体死掉 灵魂到新天心地哪一端有新的身体 所以被提只有这一次 留下来的人对不起了 已经给大家很多机会了 但是这些人还是不会改 还是爱这个世界 所以神说没办法了 已经警告很久了 两年多了 有些已经几年了 他们还在介绍我们了 OK 就像比如后书第三章里面讲的一样样的 好 就是如果那个牧师们讲 牧师说 我们的祖先不是等了两千年吗 OK 他们都睡觉了 大家都睡觉了 很舒服的睡觉了 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主耶稣会来吗 没有可能吧 所以就算你讲到世界末了 主耶稣要了 他们就会计下 而且会攻击 而且不好的话 就把你从教会里面 把你踢出去 说你是地端 还是什么 什么话都有 好接下来 第十三那边 OK 十三那边是这样 我看到我的大孙子 跟男的Dosha 他就坐在那个Banktop的椅子那边 然后他是每天早上他吃早餐的地方 他就喝了牛奶 喝这个牛奶 帮别的牛奶喝完了 他就看着我 他看着我 他的两个手 两只手都出来 两只手也是说完了 完了 完整了 但是他的左手呢 就有一个fi 一个五个手指都出来 五个手指 五就是 五个手指就是恩典 OK 也可以讲Hi-fi 恩典 然后听到他讲说完了 OK 听到他声音讲说完了 OK 就是一个代表 就是完了 就是完了 我们等候的时间完了 上帝再陪我们的时间完了 我们的功课做完了 我们已经应该是得胜者了 OK 我们就要回家了 好接下来 我刚才讲过了 本来是三个手指 变成两个手指了 OK 还有一个是我一直问神 是明天 或者是明天 星期六吧 星期六 星期日啊 是不是啊 OK 或者是 最多就是我们的西方星期 星期日啊 那东方 有可能星期一啊 就是这样了 是不是啊 然后我就看到一项 有一个字 大 然后旁边写四 但是左右都有字 但是我只抓到 看到两个字 一个是大 一个是是 是就是是啊 就是这两天里面 然后呢 我就看到一台字 OK 他的亮光照着这两个字 就是我爱 我就是上帝 OK 就是上帝主耶稣 就是听上位一体的神 OK 上帝我爱 就是上帝说我爱 我爱 然后后面就没有highlight 但是会看得到了 他说我爱你一切 什么什么意思啊 神爱我们一切 就是说 就算你多多卑微啊 就算你多么不漂亮 哈哈 就算你怎样怎样怎样 我已经输了你的罪 OK 你跟从我相信我到神的果度里面 你相信 因为你的信心爱心与盼望 OK 有带着这三件礼物呢 OK 我都爱 你就是回家的时候了 神说我爱你一切 这个一切不包括罪 不包括罪 当然以前中国的罪主已经数了 我们的罪 不可以再患罪 不可以再进入监牢了 所以神说我爱你一切 因为你每一天都走正义路 每一天都知道我在等着你们回来 好 接下来呢 三点三分就是 这个是应该早一点就讲 就凌晨三点三分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字上 OK 但是没有这么大字 在我画都太大了 下面一条一条线 OK 上的最底端 那个一条线是很长的 这个长的可以代表星期五 东方那边可以代表星期六 那上面又有一画像是东 东西那边是比较短的 可以是代表东方那边 星期日西方这边很有可能是星期六 然后中间那一条线就是上去了 它的颜色是比较荡一点 就是灰色的 那两条线 东到西那两条线是黑色的 所以就是上去了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两天里面上去了 OK 就看到这只手是比较远一点的 为什么远一点呢 我相信这是代表东西 东西不是代表西方而已 不是代表我这边而已 所以就看到四个手指 但中间的两个手指 是联合接 together的一起的 然后在外面的两个手指 像做东西 也像做西这样 就是讲说东西只剩下两天了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个手指 很难去 啊 是什么意思呢 OK也有看到大拇指 大拇指就是恩典啦 又看到最小的手指 最小的时候就讲最后啦 那中间三个手指 中间三个手指 中 那最中间的哪一个就是向外 向外就是走啦 走啦 去啦 离开这个世界啦 离开这个地球啦 然后旁边有两个啊 两个就是说 一天多啦 一二天就走了 OK 好 接下来呢我是这样 我看到 叶子是比较小的 小的叶子很锋芒的叶子 但是是接在一个枝子上 是蛮小的 很多叶子是茫茫的叶子 满满的叶子是青色的 满满的叶子 呃 就是说 一点有暗青色的颜色啦 绿色啦 可以讲绿色 之后呢 就看到主耶稣的手 或者是圣灵的手 就拿着这个 这根 呃 这枝 这枝叶子啊 一根枝子的叶子 就拿在手里啊 就是 拿在手里 那 我在想说 它是很小 很小不是代表几天 对不对 很小啊 欸 然后呢 呃 到我的头脑自己 有看到一个异象是one hourly 就是每个小时 每个小时 那 这边既然已经看了这么多铃啦 那他的大拇指 跟第一个手指呢 结成中间一个零 当时 拿着一根 一根 这个 这个叶子啊 这个叶子 啊 这个叶子 那叶子呢 有多少个小时 我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给我数算啦 当时是蛮多的 就是说 呃 就是我想起 到我的头脑就是one hourly 就是 呃 就是一个 这个叶子呢 就是代表 一天 那里面的话 大概有二十多三十多吧 OK 就变成一个很丰满的 啊 啊 一例这样的叶子一起了 所以大家 哎呦 之前不是前几天吗 我看到一个意象 在哪里呢 呃 看到small 有没有哦 对 7月4号那边 看到sma 然后ll知道是说small small是小 是小 今天这个叶子就是小小的叶子啊 那呃 11就是代表背齐 sma ll是small 小 然后只看到sma 就是三 三只有三个字字母 三个字母 然后后面是11 OK 11就是啊 ll就是背齐啦 好呃 呃 可以三 三个字母 也可以代表三 三点的单位 两点是三点的单位 就是亡了 对不对 亡了 好呃 还有下面我忘记啊 啊 再11点过来一点 有没有 我看到啊 是这样 看到这个呃 这个天路 ok 这个天路 回家这个天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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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旁边写着一个 E 这个E是青色的 叫上那天不是看到主在盒子里面拿出一条 木棍 ok 木台 木台 也 浅青色的 一个E ok 就是这个E 之后呢 我有看到 啊 大字的黑色的 是 ok 然后又看到比较小的是 我就想说 神啊 什么是呢 ok 之后就给我知道说 刚才已经解释了 是就是天庭啦 也可以讲 四点的是 就是是 十四十四号 十四号 还有啊 接下来就看到二十三 然后再上去一点旁边写着九九 九九就是永远九九啦 永远九九啦 然后二十三二十三 就两点跟三点的单位 两点的单位就是十三号 三点的单位就是十四号啊 还有一个我忘记写下来就是 昨天哇塞之后到我的头脑就是啊 十八我们不是有十八八吗 八就是代表家啊 那十八是哪 是不是十八号呢 神跟我讲啊 根据我所知道是不是 十八是从上一次不是我躺下去的时候 就是天堂的光就照下来很亮很亮哦 就看到阿爸父的光跟主耶稣的光给长方形这样在上面 然后就听到阿爸父跟主耶稣跟我讲话 啊就是哪一天是二十我们这边二十四号 那东方已经二十五号 知道我们之前看到的一项是说第二天开始算起啊 那我们这边第二天是二十五号 就是青色的二十五号 东方就进入二十六号 那神就跟我们讲说你就从二十六号算起了啊 ok啊二十六号算起也好二十五也好 但是如果算起来大家算二十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ok这是五天啊 再加十三的话就是十八哦 就是十八那二如果再加就是十九也可以 ok就是已经忙了这十八天啊 所以已经忙了这青色的十八天 所以大家我们这一次真的回家了 根据我所说到信息到现在 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怎样还有一个我忘记写下来 也忘记讲就是啊好像是昨天还没有半夜之前 我看到一个印象就是这一面啊 一面就是真的的一面 每一天有一面给大家 这有图片有彩色这些 就是从不看出到的都是粉红色的 highlighting一页 今天我用那个彩色笔这样采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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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是这样采过去采过去粉红色的 今天我可以用重部可以讲大 大多数都是粉红色的 但是因为啊 重部都是粉红色就不是很好看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没用 但是如果研究一下都是讲到这个大日子 大日子就是粉红色了 就是这个大日子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看这个图片都是讲到这个大日子 好不好 所以大家我们要回家了 感谢赵梅主 大家继续努力 所以记得要为家人祷告 那明天的话 明天我看情况怎样啊 不一定啊 如果是明天 我们 我相信我们明天 我们西方明天回家的话 大概就是晚上了 那之前呢 我会送给大家一个message ok 所以啊 可以说 所以有没有什么提示 我会送给大家 如果你的电话就把它关掉啊 还是把他声音放下 你们睡觉能够睡得好啊 不要被我淘气啊 感谢赵梅主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回家了 阿们